大家好,今天是5月18日,星期一 今天廣估先跌後升 開市時指數跌60點,國際指數跌12點 主要開市時騰訊跌少許,令指數跌15點 但因為美國加強制裁華為,令手機設備股下跌 信譽開始跌4.9%,拖累指數跌13點 加上有邦跌0.5%,令指數跌12點 還有香港地產股下面長實跌1.28%,行機跌1.17%, 都是升幅最大的藍籌股,中學油升2.6% 中石油、中石法德都升1.7% 因為美國制裁華為,令到香港上市的半導體股上升 中芯國際升8.9%,半導體升3.6% 精銘科技升9.2% 開市之後,恒生指數由鐵轉升 主要是騰訊上升,中國移動上升和中海油上升 那麼,手機設備股就大跌 信譽光學就跌10%,信譽升5.6% 那麼,那些醫療服務股呢 平安好醫生,突然一間主席換人 股價1度跌10%,還有阿里健康也跌3% 那麼,恒生指數呢,最低跌到23.722,跌75點 但是上週呢,升回23.952,升155點 那麼,成交是593億元的 下週呢,港股呢,就繼續上升 主要都是中海油上升,7.8% 凌智素升35點 那麼,生物製藥股呢,急升 今天有很多就是異動的 賣博藥育業升52個% 康熙樓升9個% 維亞生物升9個% 華領醫藥升15個% 中國抗體呢,升20個% 但是呢,就是平安好醫生 和阿里健康就下跌 股聯網股上升 阿里巴巴升2.3 美團點名升1.3個% 月脈呢,升成16個% 奇怪的就是下週呢,半導體股掉頭下跌 中心國際跌3.5,說好跌4.6個% 那麼,炒兩會那些水泥和港財股呢,上升 因為大家估計呢,中國用基建來救市 那麼,亞洲水泥升8.9個% 中國建設升2.5,海樂水泥升1.4 馬港升4.7,安港升1個% 那麼,A股收市就升0.24 上正都升了7點 那麼,恆生指數呢,收市就升了137點 國際指數升52點 升到1,094億元 那麼,又值得留意的呢 就是生物製藥股 將會跑贏大選的